上次我说MP40狗都不用 我确实是伤害了用MP40玩家的感情啊 在这里先道个歉 作为二战神器 就是它不好用 它必须也得在设计游戏里占据一循之地啊 今天我们就用MP40来整个活 进电视台 不过是电视台演习啊 当然强度也是不差的 先来看改枪 这回我们就不加高位镜了啊 直接来个小镜子 改枪是真的方便啊 只算带上71314级弹 拿上不及品 再来两颗震撼弹 直接冲了 哦吼 这把出生的位置不错啊 只不过这次好像没有玩家呢 这综合办公室我也没怎么来过 宁愿不会有老六吧 哎 刚才什么东西散过去了 哦 是这个店的棉宝啊 我就说我不太熟吧 我们直接开 不过就不在这等着了 咱们把它当作幼耳 出去找人打架 右边有脚步 应该是进台长办公室了 那我应该去哪儿啊 我们也来脚步了啊 没办法了 只能往台长办公室忙了 哎 幸亏这人没听到我 要不然我进去就白给了 听他们这脚步 是已经进台长办公室了 果然保险已经响了 不过嘛 我们这破枪就别瞎掺和了 能打得过着一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何况对面可是不止一个人啊 第一个人也出来了 不是 你们一个个的 都不戴耳机打游戏的吗 直接干掉 这枪是有够难用的啊 我感谢他们只要一个走正面 一个从侧面过来 我是必死无疑啊 哎 怎么一个人就跑过去了 哎 完蛋了 没干掉 剩下的那个人 应该有防范意识了 要不然就提前枪打我了 哎 什么意思啊 这么看不起我打MP40吗 七人太胜了 好吧 看不起是对的 我们赶紧往下跑 这俩傻小子已经知道我在哪了 看吧 开始手雷轰炸了 幸亏我跑得快啊 藏在脚垂里不要动 千万不要下来找我啊 不然你们就死了 哎 他们好像被人机拖出脚步了啊 我们趁机压一波子弹 嗯 对面好像是又遇见一堆人啊 他们打起来了 那这可是我的机会了啊 毕竟我这破枪 正常对枪以我的水平 打得过别人有点难啊 我们也不要着急 刚才听他们的脚步 应该是还没有打完 我们静静等待就好了 怎么还不打 不理打了 而且好像是两败俱伤啊 那我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走 去看看 在哪儿 在哪儿 在台场办公室里面 慢慢排点 在这儿呢 这没干掉 不过肯定也是大残了啊 立刻镇压弹过去 造成耳鸣和缓速 我来咯 小飞鬼来咯 轻轻松松干掉 看得出来这里是残血了 一胖就杆了 开舔咯 全都是我的了 这个空盒子是个四甲三头 装备已经被人摸了 那被我干掉的这小伙子呢 半改AKS74U 还有个四级头 先把这瓶饮料喝了 还有一把松米冲锋箱 感觉这小伙子是想等我过来 用松米锁我的腿啊 可惜被我震撼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啊 好家伙 这小伙子背包好东西不少啊 俩战术配件 还有两瓶水 两包饼干 我这不就可以满状态撤离了吗 哎呦 这里还有俩盒子呢 一个是大背包三套AK7N 三级子弹 兄弟啊 穷啥不能穷子弹啊 被人干掉了吧 这个盒子还没人舔 是个人机的M4 也是个三级子弹 三套 怪不得你们都被打败了呢 还有刚开始被我干掉的小伙子 得 是个M4 但是这M4你咋用啊 哦 还有个MP5啊 数货不错 看看这个包 还是个MP5 配件不错 扣完撤离 小赚22万 还可以吧 兄弟们 这MP40我是终于填坑了啊 是真的不好用啊 劝你们也不要用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